9月1日上午 成都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发布关于在全市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的通告 通告称 9月1日至9月4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自9月1日18时起 全体居民原则居家 当日下午 成都市举行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即使8月31日24点 我是825本土疫情 共报告了本土阳性感染者766例 其中确诊病例570例 无症状感染者196例 该起疫情已在本地出现虚发传播 疫情处于上升期 病例活动轨迹 涉及处置22个趋势线的公共场所 此次疫情传播速度快 影业传播度 病例活动分散 风险场所广泛 全市疫情形势 疫情也复杂严峻 据悉 在通告发布后 成都大部分商超 线上平台企业出现了抢购潮 全市市民对生活必需品需求增加 对此成都市商务局局长张金权表示 通告不是要求市民不能出门采购 而是采取有序有效的方式购买 生活必需品 通告 允许每副居民每天可安排一人 停24小时核酸一性证明 外出一次就近采买生活物资 明天全市商超农贸市场 也是全天后的正常营业 从市局重点保育企业背货的情况来看 全市31家重点保育企业背货充足 商超企业及便商外卖平台 均按照常规的背货量的两到三倍的标准 加大了肉类 蔬菜 淡奶等生活必需品的背货和配货量 市民朋友大口不敌 抢购囤积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傅学坤表示 825本土疫情发生以来 成都全市市场监管部门 强化价格监管力度 督促经营者依法诚信合规经营 全力维护市场秩序和价格稳定 目前市民关心的价格问题 我们密切监测 加强街面巡查检查 独处商家维护好市场价格持续 引导做好价格稳价工作 对排查发现的公开价格等 违法行为和举报线索 我们发现一起 从重从款查出一起 截至目前全市公受理12315热线相关投诉 设计价格的是237件 在成都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 成都交通运输部门也采取多方面措施 来保障城市必要的出行服务 地梯全线网 各线路手摸扳车 时间保持不变 不分高屏风时段 全天按间隔10分钟左右运行 公交调整运行频次 重点调整 中高风险区域 低屏风等 公交线路 运营班次 高风线 定制公交 旅游公交等线路 暂停运行 铁路 民航 巡游出租车 共享单车 正常运行 承担城市基本运行保障 防疫任务和去留特殊需要的市民 平24小时黑山 应行正名乘坐公共交通